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乐斯团队巧应捆绑营销 助力艺人发展 近期有网友发现蔡徐坤在跑南中对关小彤有所回避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猜测 事实上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 蔡徐坤的避嫌行为确实存在 那么蔡徐坤为何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呢 首先光小彤与蔡徐坤都与Preder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使得他们在私下里可能会有一些交集 然而光小彤一直以来喜欢营销 自己与众多男星之间的绯闻 这种策略已经在白静庭 吴雷等艺人身上得到过验证 这种营销策略虽然能够短暂的提升光小彤的知名度 但对于被营销的男艺人来说 却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负面影响 对于蔡徐坤来说 她近期通过清理获得了大量的粉丝 其中很多是牛油粉 如果光小彤再次使用之前的营销策略 故意志在于蔡徐坤的分文 那么蔡徐坤不仅要面对路含粉丝的攻击 还可能因此失去刚刚获得的牛油粉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蔡徐坤选择了从一开始就进行避嫌 不给光小彤任何靠近的机会 这种避嫌策略虽然可能会引来一些误解和猜测 但对于蔡徐坤来说 却是必要的保护措施 在这个复杂的娱乐圈中 如何保持自己的形象和粉丝的支持 对于艺人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挑战 赵洛斯的人气提升与捆绑营销策略 近期赵洛斯凭借传闻中的 《鱼千千》这部剧的人气大涨 在这个时候 他需要抓住一切机会来维持和提升自己的热度 而捆绑营销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通过与已经成名的明星进行捆绑 可以快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话题度 赵洛斯团队已经采取了这种策略 他们先后捆绑了迪逸巴 赵丽颖 刘亦飞 郑爽等明星 现在 他们的最新目标则是杨子 最近 网上出现了大量关于杨子整容失败 颜值不如赵洛斯天然美帝通稿 这些通稿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比杨子和赵洛斯的外貌来致在话题 进而提升赵洛斯的热度 然而 这种捆绑营销的策略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首先 整容一直是杨子的一个痛点 虽然他本人并不承认整容的事实 但公众对此已经有所察觉 其次 这种营销策略很可能会引起杨子团队的反感 他们可能会采取反击措施 对于赵洛斯来说 捆绑营销虽然能够暂时提升他的知名度 但也可能会引起其他明星粉丝的反感和攻击 此外 过度的捆绑营销也可能会让公众产生审美疲劳 对他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如何在利用捆绑营销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形象 是赵洛斯团队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话题 别说是赵洛斯团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